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的新年贺词 一开场的港澳台同胞改成了大家 不过中国国台办和海协会的新年贺词 依然提到两岸同胞和平统一 中国梦等用词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指出 台海2008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 包括民进党当局与台独势力的蓄意挑衅 并会持续为两岸同胞 尤其是台湾同胞牟利造福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同样表示 不管岛内政局多纷扰 外部挑战如何严峻 反对台独的意志依然坚定 两岸携手实现中国梦的新生 南段违逆 与习近平的新年贺词相呼应 迎接新的一年 上海静安寺一号凌晨就吸引上千民众 共襄盛举 为了抢壮中祈福的头乡 有人甚至提前三小时就来排队 根据中央社报道 信徒众多的静安寺 每年都会举办新年壮中 俨然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跨年活动 但因为上海外滩四年前曾经发生跨年夜踩踏事件 因此现在举办各种活动都会分流疏散人潮 每次撞中只安排20名信众进到钟楼 同一梯次的人撞完钟离开以后 才会再安排下一梯次上楼 以免发生推挤 同样是宗教活动 云南省却有三座清真寺 在2018年的尾声遭到当局强行取缔关门 过程中更有信徒被警方暴力相待 根据微博上流传的云南省维山县政府 新闻办公室29号发出的通报 指出被取缔的清真寺从事非法活动 当地政府单位的取缔行动是依法行事 目的是要维护宗教和谐稳定 但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来源表示 云南当地的清真寺 在过去几年多次提出宗教活动地点的登记申请 地方主管机关却迟迟没有通过 如今取缔当天 警民发生冲突的画面被公布在社群平台上 有消息透露大约有400人遭到暴力驱赶 引发国际社会对北京当局 加强打压宗教团体的忧心 再看到一则不幸消息 中国王府井集团董事长刘毅 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 不幸离世 终年58岁 根据苹果日报 刘毅1960年11月出生 曾任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党委副书记 现任该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根据了解王府井集团的前身 是号称新中国第一店的北京市百货大楼 该集团历经三次转型 包括1984年正气分离改革 并在2015年拓展电商业务 打造成中国第一百货 是当地百货业态发展的最大零售集团 接着看到传言中国当局花了13年的时间 建立了一套无线电磁法 可以向深海潜艇发出讯号 既可以用在矿物探测 也有军事用途 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这套系统的国家 但南华早报指出 中国并没有满足现状 而是持续扩大发展系统 目前这套系统的天线 可以发生0.1到300赫兹的极低频讯号 整个系统的传播则涵盖在 大约3500公里范围以内 也就是说中国和新加坡或关岛之间 只要有一台敏感接受器 都可以接收相关讯号 报道指出 北京当局并没有透露 这套设备在中国的所在位置 但有研究记者猜测可能位在华中地区 也就是湖北河南湖南省一带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非常低频的电波 曾被世卫组织旗下研究局警告 可能会导致人体致癌 不少学者忧心 中国这项计划可能会危害到中国人民的健康 最后看到娱乐消息 中国明星夫妻党赵丽颖和冯绍峰 终于对外承认有了哀的结晶 冯绍峰今天在微博透露 现在已是一家三口 不久后赵丽颖也发文 并附上小猪的图案 暗示怀了猪宝宝 但并没有透露产期 小两口上个月被爆料 已在今年9月初领证结婚 而且赵丽颖已经怀有大约两个月的身孕 凤子成婚的传言沸沸扬扬 如今两人终于宣布喜讯 外界予以祝福 点赵丽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